我们首先要来看 就是说台湾的制药产业的能力到底是怎么样 我们都知道我们刚刚其实在我们早上的这个panel 有讨论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到底学民药跟品牌药有没有差异 这真的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 理论上它应该要是一样的 为什么一样呢 因为如果它是一个学民药的话 它应该跟原来的原厂药 它是同成分 同剂型 同剂量跟同疗效的制剂 而且还要能够达到生物相等性 所以你从这个定义上来看的话 那你当然会觉得它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在座有好多位我都认识的这个医师 你要是请教他的话 他恐怕没有办法很肯定地跟你点头 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我们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讲好了 就是说你知道我们一家药厂里面 它其实非常值钱的一个部分就是药证 就是说你还有你的这条生产线 你的这条生产线其实都要经过审查 你才能够讲说你的工厂能够制造一匹要拿去卖 如果每一条生产线都要经过审查的话 你怎么会认为说只要是活性成分相同 它就会是品质相同的药呢 可见得在这个制造的过程当中 那个经验 它这个营业当中的这个 它专门的这个品管的这个 品管的这个能力 还有技术等等 其实都对于这个药品的这个疗效 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以台湾来讲 基本上药师在调剂的时候 你是不可以去更动医师原来处方的那种药的 你不能够讲说 这个原来呢 这个医师是开了某一个原厂药 然后你在调剂的时候 药师把它置换成其他呢 这个同成分同剂型 同剂型同剂量同疗效的药 那是不可以的 因此呢 我们再换过来讲好了 一个LV的这个原厂的这个包包 跟一个A货的包包 其实呢 你还是可以看到它一点不一样 所以它一定是有差异的 只是我们关心的是什么呢 我们关心的是 从整个大的这个big picture来看的话 如果是我们使用原厂药 我们可能呢 可以呢 增进这个药品的这个可接近性 有更多的人可能会吃到这个药 而且呢 整个国家呢 你呢 花在这个药品的这个费用上呢 可以大幅幅降低 你可以整体的呢 去提升了你这个国家人群的健康 这才是呢 我们讲说学名药它最有意义的部分 好 那我们来看 其实以台湾来讲的话呢 目前呢 我们呢 几乎呢 72%的这个药品的这个市场销售额 都是这个国外的药厂 其实本土的药厂呢 只占了9% 那我们讲说呢 其实呢 几乎81%的这个销售额 都是由这个前20大的这个药厂呢 所独占 好 以台湾来讲 台湾前十大的本土药厂 我们现在看一下 几乎全部都是呢 我们讲说呢 这个学名药的这个 学名药的这个厂商 其实我们知道现在呢 我们都听到有很多 非常有潜力的一些 具有这个研发创新能力 有新药创新能力的药厂 但是呢 其实呢 他们都不在呢 我们这个前十大的本土药厂之中 这些是学名药厂 好 那我们再来看 这个重要的资料 对于我们讨论TPP 对我们制药产业的影响呢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图 我们的药品制造 我们主要的出口国 到底是哪些国 我们从这个左背部来看 其实就是卖给 这些TPP有参与的国家 因此呢 我们可以这样子说 如果我们要去蓬勃 我们台湾的这个制药产业 我们一定是希望呢 我们有更多这个外销的机会 对不对 那如果说台湾呢 参加了这个 能够参与这个TPP的协定的话 那能够得到呢 一些贸易上的这个 贸易上的这个优惠的话 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制药产业的 这个拓展来说呢 其实我们可以说 或许它是正面的 从贸易角度来 或许它是正面的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刚刚这张图 你有沒有发现 有一个非常非常这个 跟别人都不一样的数字 就是我们来看看纽西兰 纽西兰的年成长率 竟然高达283.96 有没有觉得 跟其他的差非常的多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 我们其实就可以观察 因为呢 台湾在2013年的时候呢 跟纽西兰呢 签了这个自由贸易协定 那这就直接的影响到了呢 我们对于这个纽西兰的这个 出口额 所以我们可以说呢 实际上呢 参加TPP 从这个贸易的角度来看呢 或许呢 其实呢 它是一个非常正面的 这个会有正面的影响 而以台湾的制药产业来讲 虽然呢 我们现在呢 也有外销到中国大陆 以及美国等国家 但是呢 其实主要呢 还是呢 支援我们自己的内销 我们其实出口的部分呢 目前来说呢 其实是很少的 我们外销呢 其实只有24% 因此我们可以讲说呢 我们台湾的这个制药产业 其实在外销上呢 还具有呢 非常大的这个潜力 好 那另外一部分 我们也关心说 台湾的这个制药业的研发能力如何呢 我们也可以看看这个过去呢 这个十年的这个情况 那我们呢 其实呢 台湾的这个厂商在申请这个 美国呢 美国的这个专利呢 其实也有逐年呢 增加的这个趋势 而且增加的非常的快 好 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来看 就是说 我们其实大概都有了解啦 就是说台湾 以及例如说像是韩国 像日本研发能力已经是很好的国家 可是这些亚洲国家 其实呢 对于学民药的这个消费都是少的 医师呢 跟这个 医师呢 跟这个民众呢 其实呢 都偏爱这个品牌药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美国跟加拿大 反而是这个已开发国家的情况呢 就跟我们不一样了 美国跟加拿大来看的话呢 用学民药呢 的这个比例呢 就非常的高 就非常的高 这就不免让我想到一个 一个这个例子 就是说 你知道这个 女生爱用名牌这件事情啊 你看那个爱用名牌的都是这个 亚洲女生 对不对 如果你在美国生活过的话 可是 好像这个 你去看这个欧洲人或美国人 其实没有像 像这个亚洲人一样 对于这个品牌的这个 迷思呢 这么的强烈 所以我们可以讲说 也许我们对于品牌药的这个 偏好 虽然呢 它可能呢 因为长久的这个生产的经验 它对于那一只药的这个生产的这个品质是比较好 但是值不值得我们花这么多的钱去买它 还是其实我们呢 太过于迷信呢 这个品牌的这个优势 然后忽略了呢 实际上我们要怎么样呢 来吃的实惠 来对于我们呢 就是有达到足够的这个疗效就好了 好 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呢 其实以目前 目前来说 台湾呢 我们看上半部的图 我们的这个药品费用的支出呢 其实呢 占GDP的比率是低的 大家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有一个很强势的健保局 我们把这个药价压得很低 所以呢 我们呢 这个药费的支出是少的 那我们其实也知道 就是以最近来讲呢 其实我们开始就面临到很多的药厂 其实就要退出台湾了 那我们来看下面这张图 就是说 实际上台湾目前呢 我们制药业的这个出口的这个情况呢 其实占的也是很少的 那在这样子的前提之下呢 实际上呢 如果我们在谈要参与TPP的时候 也许呢 制药产业的这个 这个贸易的情况 就不会是呢 这个在谈判的时候呢 一个主要 就是说 主要target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 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台湾虽然呢 我们刚看到这个研发的能力呢 在过去十年 有非常长足的进步 但是呢 实际上呢 我们在专利申请的借助来说 与他国 与这些先进国家比较呢 我们其实呢 是非常少的 我们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进步的空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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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